面对 然后大家来讨论 这个是一个真相 实相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面貌 然后你这个时候也用佛法 怎么来对待 好 我们把华音经这十次 重新念一遍好不好 那各位念诵也是功德 老实说读大乘经典 我师父常跟我讲 读大乘经典 诸天天人护法都耳朵大大的 因为他们要听 现在他们在天上 虽然过去种了三宝的上根 但是现在却没有听闻佛法的机会 所以人间有读诵经典的时候 思维讨论实践佛法 这些天人都会来互执 那我们的冤心在主更得到礼 特别各位现在读了有一点印象 这个会产生很大的功德来回向 好 大家念诗意 华音经典 观察众生 观察众生 常夜睡眠而起大悲 无善法欲而起大悲 时观察众生 思诸佛法而起大悲 诗为实 各位念南无大方广佛华言经 南无大方广佛华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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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经常这样念 然后把这几个字放光 看到整部经 有八十万字 每一个字都在放光 最好是蓝底金色的字 然后这个光就可以从头顶 头顶 因为他们古时候都把华言经 放置在头顶 然后放光加持众生 然后你只要三称南无大方广佛华言经 你的手洗手 跟人家握手 对方就脱离三二道了 所以我们要做蒙三思识 大超度 特别这些三二道鬼道 你只要念三遍 他就大概得度了 在华言一记一字 这些幽民众生皆得度 所以很多人喜欢读华言经的精髓 朴贤恨怨品 所以他力量很大 我想各位每一部经都一样 不是光华言经 只是我希望大家多一点时间 在这个真实的为了实修 而去了解经典 以经典为根据也研究论 比如说翻过来一下 五十页 五十页 慈悲跟大慈悲差在哪里 那这些你要知道 不然我们都认为我在慈悲啊 所以大批婆沙论问 卑与大卑有个差别 答 名即差别 为名为卑 名大卑故 名字就有差别 那这边写得很好 一 卑以无称善根为自信 如果你要修一般的慈悲 你至少要不生气吧 你有不生气 不恨的一种基本的善根 那你才可以去行慈悲 那如果你要讲大慈悲呢 大卑以无痴善根为自信 那就是无分别 平等 对整个法界重生 当然 妈妈对儿子是有悲心的 对不对 我们对自己人 人对人有悲心的 是有 但是佛教要我们研究大卑 那你就要无分别 第二 卑对字称不善根 所以你今天 你为什么要行慈悲 那至少你要对字 这个爱生气的习惯 那就知道你有在行慈悲 那大卑是对字吃不善根 那你要行大卑 那叫摩赫萨 那你绝对要有般若空性 所以各位要配合 大般若经 金刚经的思维修行 好 那这些呢 我就不再念多了 那各位就是 引导各位看 好不好啊 我已经把它 拜托人家 整理一个精髓 这样够小本了吧 老实说呢 每几句话 你能够把它用到一个被子 我想你已经抓到精髓 抓到精髓以后 然后如何广大了 把整部还原经 再怎么忙啊 把它看一遍 看一遍 甚至如果你是守在家菩萨戒 优婆色戒经 从头自尾一定要看一遍 你不看一遍 像我那时候要出家 我师父叫我看这个 我说师父我要出家 为什么看在家优婆色戒经 他说你 讲这个话好像没有理头 你出家受菩萨戒 是要感化在家人的 对不对 所以你本身必须把在家优婆色戒经 做圆满 菩萨 那你才能受我放往精菩萨 这个才正确 所以我师父说 那你先去受在家菩萨戒 等你在家菩萨 师父觉得你圆满了 才让你出家 这是我最大的福报 因为我有这种善知识在盯着我 在家菩萨戒 我一定要先做好吧 那你才能够 在家菩萨戒还算慈悲 出家菩萨戒才进入了大悲 那有这个悲心你才发起菩萨戒 那有菩萨戒要怎么去做 所以我想我们用各种善巧方便的方法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页代表我们看完了 太好 一起念 佛子菩萨摩赫萨 具足大悲 不舍众生 爱一切众生而受诸苦 所谓地狱苦 畜生苦 恶鬼苦 为利益故 不生饶见 为专度脱一切众生 未曾淡然五欲境界 常为精勤灭除重苦 是为不由他教 长起大悲不共法 怀言经离世间品 那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你用一辈子了 佛子就是说你真心的愿意 承担佛陀的事业 受菩萨戒的都叫佛子 所以一个这样子的大菩萨具足大悲心 什么叫大悲心呢 后面写的不舍众生 不要光度好人 也不要光度有钱人 也不要光度喜欢的人 也不要光度人道 每一样的功德都是为了六界 法界所有众生 不舍弃 不舍弃 不排斥 所以这一点 我想很多人就是喜欢讨厌弄得很清楚 这一点自己 多一点给自己空间的机会 不舍弃任何众生 因为舍弃众生就是破菩萨戒 你有七十亿个人 有一个人从你心里 要排斥他的话 你的菩萨戒体就不在了 只能说我们现在因缘不够 我们以悲心回向给他 以这个善巧方便 柔软语来感化他 这样 所以他不舍弃 进一步 对方造了很多恶业 愿待一切送生而受诸苦 什么苦呢 地狱道的苦 所以各位你要去领受这个苦 你现在真的要去研究地狱道的各种苦 关销到自己痛啊哭啊 就像自己妈妈在那边受苦 你才会生起悲心 不然你生不起悲心 研究怀疑经论很多 研究经论的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太过锐利的时候 我发觉他只是拿着 拿着佛法的刀在砍人 去谴责你的对跟错 第二畜生道的苦 恶鬼道的苦 所以 生起大悲 不舍众生 一定要承担 三恶道的苦 所以我想各位要多多的帮忙 所以来 持咒渡地狱 放生就动物 施食渡鬼道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我们就一直尽力就好了 因为地狱永远不会空的 永远不断 但是不要舍弃 这是基本 所以以前我们研究佛法 会说 我们不用办超度的 那个都是为了钱 我说为了钱他们超度 那我们可以不要为钱超度 但是超度不见得说 你很多 你把你现在修行的功德 回向他就会点滴 法的功德 但是不能舍弃 为利益故 为了利益众生 不生劳健 为专度托一切众生 各位不要 解决受苦 累 退转 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度托一切众生 这个专念 专念阿弥陀佛 不是为自己 专念阿弥陀佛度众生 专念大弥陀佛度众生 那可以 自己呢 未曾沾染 无欲境界 设身相畏处 所以没有自身的这些欲望 但是各位 如果有些人像技工一样 他修到吃肉喝酒 可以度众生 这不是你境界可以了解的 这是大慈大悲 但是有时候在古时候 为了古时候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电影 没有什么网络 就不好 就是他只能用这种方法 但是现今的科技网络 他就在显现各种的神通了 但是目的还是要 度托一切 他自己不会执着这些东西 不会爱染的这些境界 常为精勤 灭除众苦 永远精勤勤劳 灭除所有众生的轮回苦 特别伤恶道苦 这样子才叫 不由他叫 长期大悲不共 不用别人来教你 所以各位要修到这样 孤独的 愿意的 自然看到经典 而愿意去承担的 而永远跟世间 不共 不共就是因为 正如空性 这场摩托撒 没有分别的 那我想 各位这些经文好不好 都多读几遍 然后呢就思维得更深 然后去实践 然后这么多大秤的经典 都可以拿来看 好 那今天我们就不带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雀瘟神咒经》啊 各位现在卷一卷好不好 好 做好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要放在门上 车上 身上 然后如果等一下有多 你回去多带几个 送给别人 好吗 回去开始 为众生努力 但是如果经文没有读过一遍 最好读过一遍 这张带回去 我只是看看简单的解释 时间的关系 从头到尾 看一遍 他的修行的方法 那你就会了 那如果你有 等一下他们 有剩下的多带一些 或是这边有办共修 最近 最近可能 这个传染病的问题 也不是光这一次的传染病 而是所有的 包括这些流行感冒啊 这些就可以 保护你 让这些 瘟神瘟鬼 可以离开 但是最好的方法 各位这段时间 多忏悔 替众生忏悔 多守在戒 多吃素放生 劝能学佛 特别英国 然后呢 减低整个世界的贡业 但是你发觉 这个世界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古时候传染的少一点 因为没有飞机飞来飞去 那现在 一听到武汉 大家就拍拍错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实在是影响的太大了 我想事情会发生 虎安 也会发生在有贡业的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就算下回换个名字而已 换个名字而已 但是如果人类的恶业 不断的在造 那这个世界就不一样的业报 不断的在来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武色线有各种各种的 修行的方法 大悲咒准提咒各种很好用 这个比较粗 下回可以用细一点 但是很希望各位 成为一个菩萨 教你的亲戚朋友 利用各种机会 因为现在 以这个时间 世上是一个弘扬佛法最好的时间 弘扬佛法 特别这一次的事件 在武汉传出来 就是因为杀了 吃了太多野生动物 这个杀业为主 然后造成的 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去尊重动物的问题 不要杀生 推广吃素 然后有这个危机意识 他至少会用 至少佛陀 也不是个坏人 不然他虽然不是个佛教徒 但是他还是会 带一个也无法 如果你送给他 你就跟他结很好的缘 如果他有信心 就教他怎么念 好 我们先回向 回向完以后 你们慢慢作业 等一下五分钟以后 我们做消灾 超度 排位回向一下 来 愿意持功德 我们早上做了 食供养 甘露食食 严供 然后呢 其正宝八吉祥 佛钱供养 各位 色拉且修法 大家供生 然后呢 大家读诵华严经 乃至 七知因果 菩提心 现在修了这个 雀文神咒 种种的功德 把今天的功德 来 随喜诸佛菩萨功德 随喜所有祖师大德 所有道场所修善业功德 世间所有慈善功德 慈悲自业生命电视台 所修各项功德 谱皆随喜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